新芳莫金船 沉思小品第二日 羅馬人書 第一章第七節 歌臨多前書 第一章第二節 奉召作聖徒 聖徒何以成為聖徒? 很簡單 因為他們能夠 在不容易喜樂的時候喜樂 因為他們能夠 在不容易忍耐的時候忍耐 因為他們能夠 在內心想站立的時候勇敢向前 因為他們能夠 在內心想說話的時候加密無聲 因為他們能夠 在內心不同意的時候信從主旨 就是這麼簡單 何謂聖徒?是珠寶不露光芒 是王子卻衣著平常 是肉體日某卻生命永存 是永生君王的大事姬流二邦 是苦服寶座前的大軍 等待加冕 是關在土爐中的皇孫 預備進入華夏 是崎嶇道路上的旅客 走向黃金的街道 是午夜山頭的守望人 等待迎接永恆的天命 是剛出土的鑽石 經過打磨便會亮如星星 是煉爐中的金塊 渣子嚴峻變成精金 是蠔鶴裡的珍珠 要從蠔肉中取出來 是漆黑的夜淚的一盞燈 不久就會放出永恆的光 是在敵人環寺中的一個過路旅行 奔向永遠的居所 是荊棘園中的一朵花 不久就會在沙倫的玫瑰 盛開的地方套綻 日明 天天與火山 當初火山 預算